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区新闻广场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台风尼泊特今天下午已经在泉州实施登陆 但机场铁路方面今天受台风影响还在继续 不过下滚航线等多条水上客运线路 从今天下午4点30分开始陆续复航 白血病少年等待杭州志愿者捐献的造血干细胞 可是台风造成飞机火车全部都停运了 我们都知道造血干细胞超过24小时就会失去活性 这场时间与生命的赛跑会如何展开呢 稍后我们来关注 男童气管物吸轻痘导致死亡 这样的悲剧家长应该格外地重视起来 再来看 冒充领导诈骗又出了新花样了 是名余女士被骗走了7万元 来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根据十七项台的监测 台风尼泊特已于今天下午的1点45分 登陆全州实施 厦门的风力影响明显的减小 但是今天夜里 我是仍然可能会有暴雨的天气 厦门铁路以及机场方面 今天受到台风的影响也还在继续 仍有部分的车次航班停运停航 我现在呢是在厦门火车站的南寿标大厅 那么相对于昨天 旅客们扎堆前来办理推标改签的情况相比呢 现在呢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数是相对少了很多 那么整个秩序也是相对更加的紧燃 我到车站改签 你是要去哪里啊 到深圳 就是下午的都是 昨天看了下午都是停运的嘛 受台风天列车停运的影响呢 可以看到现在厦门火车站的后车大厅里面 后车的旅客是非常的少 那么今天的厦门站这边仅开行少数的朴素列车和短途动车 今天厦门火车站有206趟列车停运 其中厦门站始发列车31趟停运 厦门北站始发列车39趟停运 京停列车136趟停运 途经福夏 相扑铁路及和福高铁等线路的列车都有受到影响 到了明天大部分停运列车将恢复运行 但仍有48趟列车停运 其中厦门站12趟 厦门北站36趟 铁路方面提醒 以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 如果是通过网络购票 可以在12306网站上直接办理退票手续 而已经换取止止车票的旅客 也不用着急冒着风雨来车站窗口退票 在5日之内都可以办理全额的退票 航空方面 高级机场在昨天就已经取消了 今天原本计划进出港近300个架次的基础上 今天又再次取消了30个架次 截至到下午4点 还有208架次航班延误 大约在今天的6点左右 航班会慢慢地恢复正常 空管今天忙的时候 其实是在台风过境的时候 机场方面也特别提醒 由于静明两天 航班的进出港时间 可能还会有较大变动 需要出行的旅客 要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实施动态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杨碧群报道 受台风的影响 从前天开始 我使得客运航线陆续地停航 到了昨天下午 几乎是全部都停航了 不过今天下午 随着我使解除防台风应急响应 部分的航道具备通航条件之后 客运航线已经陆续地复航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上午九点多 邮轮中心后船大厅外的屏幕上 还在发布停航通知 广播也在反复播放停航信息 大厅外的停车场几乎没有车辆 而在后船大厅里 更是出现了少有的冷清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钟 那在邮轮中心的后船大厅里 我们除了工作人员之外 是没有看到一名游客 那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 是大概有两三名游客前来咨询 那么在得知停航之后 也是表示理解目前已经离开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 邮轮中心的商业区也看到 受到今天停航的影响 现在商业区的所有商家 也已经暂停了营业 从昨天下午四点起 下谷航线全线停航 而昨天傍晚 轮渡公司的所有船舶 就已经全部进入避风屋避风 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半 在我市解除防台风应急响应 同时部分航道具备通航条件后 从轮渡码头到鼓浪与钢琴码头的居民航线 以及鼓浪与三丘田码头至 轮渡码头的游客应急出导航线 开始不定时通航 到了傍晚6点50分 轮渡码头至鼓浪与三丘田码头的 游客夜航航线也已经复航 而除此之外 下谷航线的其余航线将在明天全线复航 而从7号下午就停航的夏津航线 也将于明天起复航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 从明早6点45分起 厦门旅游客运码头往返张州港 以及往返福宫夏屋航线也将复航 记者雄伟段志伟报道 受台风尼泊特的影响 我是从昨天夜里开始出现了强降雨 同安听溪水库的水位也在持续地上涨 今天上午10点 随着水位逼近汛线水位 听溪水库再次地开闸泄洪 上午9点半 记者来到同安听溪水库时 还在下着大雨 水库的水位已经达到68.75米 逼近汛线水位 并且还在缓慢上涨 上午10点整 水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 来到大把排红闸的起壁机房 开启了水库的四个闸门 开始泄洪 我现在是在听溪水库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 目前水库的四个闸门已经全部抬升了40厘米 正在对水库进行泄洪 根据听溪水库方面的统计 从今天凌晨2点到上午的10点 听溪水库的平均累积降雨量 已经达到了70毫米 那这次泄洪也是为水库腾出一部分吐龙 以应对接下去可能出现的强降雨 听溪水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凌晨水库流域内虽然雨势并不是太大 不过由于水库的汇水面积比较大 随着外围雨水的汇入 接下去水库的蓄水量将明显增长 他们也根据实际的来水情况 控制水库的泄洪量 而此轮泄洪 停息水库预计将放水500万立方米 根据市防循班的统计 昨晚的强降雨 使全市小一型以上水库 增加了87万立方米的蓄水量 目前全市小一型以上水库的总蓄水量 为1.1亿立方米 库容比为75% 水库运行平稳 而针对我是还可能出现的强降雨 各水库也都在密切监视 雨情水情科学调度 根据我们的经验 台湾沟登陆以后 后细的降雨还可能持续几天 总的来水量还会不少 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 及时做出调度的调整 记者公家杨仁杰报道 下雨的天气大家要注意安全 我们来看下一条 昨天晚上对于身患白血病的15岁男孩 小刘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当时他正躺在中山医院的手术室里 焦急地等待着 可是与他配型的造血干细胞 昨天中午还在杭州 台风尼布特是来临在即 飞机火车全部都停运了 志愿者造血干细胞 我们都知道超过24小时 就会失去活性 那么这场时间与生命的赛跑 会如何展开呢 我们来看 住在移植舱里的小刘 今年才15岁 来自河南 是一个爱玩魔方的男孩 医生告诉记者 去年小刘被查出 患上了急性白血病 要想根治 必须要手术移植造血干细胞 今年年初 他找到了厦门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的血液科 之后 中山医院与中华骨髓库 浙江骨髓库多次联系 耗14个月 终于找到了与小刘骨髓 可以配型的一名杭州志愿者 6月20号 小刘住进了中山医院 医院方面确定了 7月8号的手术时间 7月1号 小刘和远在杭州的志愿者 为这场救命的手术 开始了前期准备 我们大概在7月1号的时候 我们和工者就开始用药了 患者要用药 要清除他自身的骨髓 使他造血能力能够 降到零的水平 那么工者要打针 要进行干细胞动员 要动员到8号 而去杭州领回造血干细胞的任务 被交给了血液科的护士杨彦琼 因为已经连续奔波了好几天 记者采访时 杨护士已经回家休息了 而带回造血干细胞的过程 可以说是相当的惊心动魄 前天杨彦琼赶到杭州 在第二天为志愿者采集造血干细胞 采集工作完成后 昨天却因为受到台风尼伯特的影响 返回厦门的飞机 动车已经全部停运 如果24小时内不进行手术 志愿者捐献的造血干细胞 将会失去活性 而这边小刘的造血干细胞 已经清除 不进行移植手术的话 很可能会因血液衰竭导致死亡 情急之下 杨彦琼在向院方汇报后 赶紧在杭州包了一辆出租车 一路风雨兼程 从昨天中午1点到今天凌晨1点30分 最终顺利地赶到了小刘的病床前 直到现在 小刘也不知道自己的救命手术 曾经遇到过这些波折 而为了这240毫升造血干细胞 狂奔进1000公里的杨彦琼 一直到今天凌晨5点多 才回家休息 记者王玉坤 高志强报道 过了这么多人的共同努力 希望小刘赶紧地好起来 我们来看下一条 我们都说定制公交 这一次定制公交真的来了 通过前期对定制公交平台 需求征集情况的分析汇总 公交集团确定了两条线路 从今天开始 市民就可以通过 掌上公交手机APP进行预购票了 这两条线路将以定制公交的定字 首字母D作为线路编号 共有四个班次 分别是从软件元27 到四北路口的第一路往返班次 以及从阿罗海城市广场 到软件元27的第二路往返班次 根据前期市民在定制公交平台上 留下的建议 公交集团也对这两条预设的路线 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软件元往阿罗海城市广场的 原来是18点 下午的那个下午班是18点 现在调成18点15分 那也根据市民的建议 比如说为了上课方便 他能够就近上车 增设的就是像海上建行 一台小学啊 这主要是满足这个绿苑小区 这个片区 市民的一个出行 就了解这两条定制公交线路 将从本月18号开始运营 市民朋友从今天开始 就可以在掌上公交手机 APP上进行预购票 第一路是岛内线路 每人每乘次为5元 第二路是进出岛线路 每人每乘次为10元 乘客在APP上付款后 会出现相应的二维码 乘车时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即可 目前预售票只支持 安卓系统进行支付宝支付 微信支付将于近日开通 苹果系统还在开发当中 也将于近期推出 那市民其中还可以继续 到我们的掌上公交 这个定制平台 继续发表自己的需求 那我们将根据市民行众的 一个需求的征集 为下一步开通 相应的一个定制公交的线路 走向和时间节点 进行一个作为依据 记者玉伯菲方一周报道 近一段时间 是儿童医院接诊了 好几例误食误息义务的患儿 最严重的是因为 异物堵塞气道 缺氧时间过长 导致脑死亡 那么医生提醒家长 小刻的食物 你比如说花生豆类 谨慎地要给两岁下的小朋友吃 那尽量不要将硬币 电池等小物件给小朋友玩 以免无事 前段时间 一岁半的男孩小明 被惊慌失措的家长 送到是儿童医院 家长告诉医生 小明可能是呛到了什么东西 急诊医生检查发现 孩子的心跳呼吸都已经停止 虽然经过抢救 孩子的心跳又出现了 但是呼吸却一直没有恢复 根据家长的描述 当时小明正站在门边吃青豆 碰巧邻居开门 将小明撞倒在地 孩子大声哭泣时 口中的青豆就不慎掉落在他的气管中 医生介绍说 正是这颗小青豆 引起了小孩气到堵塞 痙攣导致呼吸心跳停止 最终因为缺氧时间过长 导致脑死亡 不仅是小明 同样是一岁多的圆圆 也被爸妈急匆匆地送到医院 根据爸妈回忆 当时圆圆正在玩一枚硬币 不知怎么的就放进了口里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吞下去 想阻止都来不及 经过医生的检查 结果更加出乎圆圆爸妈的意料 在拍片的过程中 发现孩子肚子里面有两个硬币 当时一个硬币是卡在使馆 一个硬币是已经在胃里面了 家长所述的那个硬币 其实是卡在使馆的那枚 胃里的那枚硬币究竟是什么时候 被圆圆吞下去的 圆圆的爸妈毫不知情 医生介绍说 这些异物物食入体内 如果卡在使馆当中 要及时前往医院取出 不慎进入胃肠道 没有被及时发现 很有可能会导致腹膜炎 甚至是胃肠道的穿孔 医生提醒家长 一方面小朋友在哭闹 跑跳或是玩耍时 尽量不要给他们吃东西 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最好不要吃果冻花生等 以免在大声说笑时呛入气管 眼下 幼儿园小学都陆续放假 暑期也是儿童勿食 勿吸入义务的高发期 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日常教育 尽量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既然暑假到了的话 小孩子在家里 可能要做好看管 就是说有危险的东西 小东西 这种东西要收好 收到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记者消新网汉阳 同学员陈淑君 黄香辉报道 试容考评人员在本月初的走访当中发现 一处脏乱不堪的死角 就隐藏在厦门革命烈士 世纪陈列馆的大门前 今天的试容询报 我们就去那里关注一下 由烈士陵园进入到 厦门革命烈士世纪陈列馆 在正对着陈列馆大门的围栏下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坡地上建筑物的屋顶上 密密麻麻变布着大量的生活垃圾 绝大多数为饮料罐和方便面的盒子 死角面积大概有上百平方米 从烈士陵园管理人员那里 我们了解到 其实未来以外的区域 已经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而是属于市体育局 遍布垃圾的坡地和屋顶 为市体校男生宿舍的窗外部分 在此之前 烈士陵园方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并多次与市体育局交涉协调 体校方面也经常性地进行清理 但由于学生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 没能从根本上加以规范 污染源不消除 这个死角始终是反反复复 考民人希望问题能够引起 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 规范日常管理 并有效引导学生 树立起爱护环境 尊重烈士的文明意识 记者刘华报道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凌晨的风雨 四民区陡西路附近一个停车场当中 一颗凤凰木突然倒伏 那么停在树下的两辆小车 不幸遭殃 还对周边的道路交通造成了影响 我们来了解 上午 记者赶到现场时 这颗倒伏的凤凰木已经被剧断 被清理下来的树干和枝叶 被堆在了路边 当时被凤凰木压住的 银色雪佛兰越野车 还停在停车位上 驾驶室已经严重变形 据停车场的保安说 事情发生在凌晨五点多 当时刮风又下雨 这棵树没有征兆的突然倒了下来 停在树下的这辆越野车 被狠狠地压住 在旁边还有一辆银色本田轿车 心危受损 两部车受损了 剩下没有 那个桃子满满的 就让它压起来 到上午八点多 思明区远离绿化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由于这棵凤凰木直径有三四十厘米 体积比较大 工作人员决定将树分段聚开 同时通知车主来把受损车辆实离现场 在将占据道路的树枝清理干净后 周边的交通恢复畅通 到上午九点多 岛福的凤凰木被全部清理到路边 拖车将受损的雪佛兰越野车拖走 据了解 这棵凤凰木的根部可能已经腐烂 加上刮风下雨 这才发生导夫 记者方艺舟报道 最近啊 这冒充领导诈骗又出了新花样 这一回您极有可能 亲手把骗子的号码 存到自己的手机当中 然后深信不疑地给骗子汇款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市民于女士在岛内的一家公司上班 前两天 她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本人自今日手机号码变更 原号码停用 请汇存新号 短信的落款是 余女士公司董事长的全名 余女士没有怀疑 就把短信中号码 存入了通讯录 隔了一天 余女士又接到了 所谓董事长发来的短信 说遇到急事 要给一个人汇款 又不方便用自己的账号 想借用余女士的账号 并承诺先把钱给余女士 余女士见领导有事强求 不好意思拒绝 马上向董事长提供的账号中 汇去了七万元 转完账后 由于迟迟没有收到董事长的还款 心生怀疑的余女士找到董事长核实 这才发现受骗了 于是急忙拨打110报警 余女士在当下 也是没有跟这个领导进行一个核实 那就把陌生号码 保存为领导的这个手机号码 那么第二天呢 这个号码就发来一条短信 就让余女士进行一个转账汇款 就是立马按照对方的要求 进行了一个转账汇款 那么就是被骗了这个七万人 余女士遭遇的就是 冒充领导诈骗的新花样 相比传统的诈骗手法 新手法先是以领导的口吻 发送换号短信 诱骗对方把骗子的手机号码 自行保存在手机通讯录中 接下去骗子再用这个号码 实施诈骗迷惑性更强 通过这个原号码回拨回去 向亲友领导进行核实 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当面向亲友领导进行核实 那么也是提醒群众 不要轻易地向一些陌生的账号 进行一个转账汇款 记者公家报道 最近经常有朋友在网络上 晒厦门蓝 的确根据往年的经验 进入夏季以来 卧室的空气质量 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 最好的一个时节了 碧海蓝天的风光 确实是美不胜收 从环保部昨天发布的 今年六月 全国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的 空气质量状况来看 厦门再一次拿到了 全国第四的好成绩 优积率达到了100% 根据环保部的报告 今年六月 全国74个城市中 空气质量排名相对较差的 后十位城市分别是 唐山 邢台 邯郸 济南 宝定 郑州 太原 廊坊 衡水 北京和天津 其中北京和天津 并列岛数第十名 而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前十位城市是 珠海 中山 海口 厦门 深圳 江门 舟山 惠州 南宁和离水 其中厦门排名在红榜的第四位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数据 六月份 我市空气质量指数 AQI为优的天数是30天 没有首要污染物 也就是说 优积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和上个月相比 这个空气质量优积率 上升了29个百分点 其中PM10 PM2.5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臭氧 一氧化碳 这六项污染物浓度 和上个月相比都全面下降 特别是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减少尤为明显 相比五月份 它的浓度下降了四成以上 本台记者报道 好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那么今天 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良好 截止到下午三点 评价空气质量的六项污染物指标浓度 都达到了优级的标准 今天晚上七点 我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 二十五 空气质量为优 我们来看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纽约近郊的一座城市 正在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垂直农场 预计每年可产九十万公斤的粮食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去看看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公司 为了应对农田流失 决定建立垂直农场 这家农场建在纽沃克市 距离纽约曼哈顿 仅一小时的路程 它占地六千五百平方米 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垂直农场 每年可产九十万公斤食物 比户外农田产量增加百分之七十五 耗水则可减少百分之九十五 垂直农场这一概念 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迪克逊·德斯帕米尔提出 德斯帕米尔希望 在由玻璃和钢筋建成的光线充足的建筑物里 种植本地食物 在它看来到二零五零年 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都将居住在城市中 这些新增城市人口的食物保障 将会是很大的问题 根据德斯帕米尔的构想 利用垂直农业技术 城区内一幢三十层的摩天大楼 能够养活五万纽约曼哈顿的居民 垂直农场采用无土溶液栽培方式 可以将污水转化成电力 大大降低了能源成本 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食物 垂直农场还可以将传统的农场 解放出来 用来种植更多树木 从而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减缓全球变暖过程 而且垂直农场本身就在都市 可以直接运往有需要的地方 从而节约运输成本 并减少运输带来的污染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良好 预计明天五时的空气质量等级为U 湖里街道东融社区东兴小区的居民 叶辉旭退休之后 积极参与小区的自治管理 带领大家维护小区治安和卫生 请您稍后收看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好 以上就是今天 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哲 祝你晚安 明天见